大家好,我是小林 又到了小林财经的时间了 又到了每天播报最火爆 最新鲜火辣辣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时间 尤其是一些迷惑性很强的时间 那更需要我们播报坏消息 对不对 尤其像今天房地产股反弹了 反弹意味着什么呢 怎么解读呢 这个时候更需要收听坏消息 今天我们来聊几个主题 第一个肯定聊聊楼市了 对吧 刚刚现在究竟葫芦里面卖什么药 给大家分析分析 然后第二个主题聊聊六中全会 开完了 开完了 放出什么消息 究竟释放什么信号 解读解读 分享分享 然后还有几个小新闻 不大不小的花边新闻 那就是一个是物价啊 一个是一个著名的茶饮店啊 奶茶店啊 茶盐悦舍啊 我都没没没没没没喝过 哈哈 他是在我离开中国之后才火了 然后反正我也没回中国啊 然后他就关了啊 哈哈 也就是这么快 就大量观念啊 而且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看啊 还有啊 中国的结婚人口啊 今年结婚人数啊 创历史新低啊 这个几个小的坏消息 拼一拼啊 花边新闻 先聊两个重点啊 一个是楼市啊 今天楼市反弹 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首先给大家捋一捋啊 究竟怎么反弹的 这个反弹的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会反弹啊 总体来讲啊 现在这一波反弹呢 它是开发商啊 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为什么开发商这个时候 会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呢 也就是主要啊 直接原因呢 那就是一手房 放款加速了啊 也也 或者说不叫加速 它叫做恢复 恢复了一点点啊 也没有完全恢复 我之前也反复强调了 像我曾经说过许家印尼呢 我也说了 你昨天那个家招业 流氓公告 对吧 我就分析 我说背后肯定是习包子在支持这些开发商 你看这些开发商流的很 我见不完就见不完 我慢慢给你见 然后你看 反正也现在都不懒得见 你们那些就是来来抗议的 或者说来来来讨债的 你再不行 我给你灌个恶意讨薪 恶意讨债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开发商为什么能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呢 我们就要再看另外一个大背景了 还有另外一个大背景是什么呢 全国马上要推这个什么呢 叫做第三轮集中共地啊 这个习包子 它是最喜欢那个经济呢 什么都在它掌握之中啊 不要乱哄哄的啊 所以它什么都梳理着 这个完全是 他觉得最舒服的啊 就像那个河流本来弯弯曲曲的啊 这是自然的河流 然后它把那个河流要弄成直线啊 一条直线的走的河流 那才舒服啊 这个是大变态啊 你说这世界上哪里有一条河流 全部是直着走的呢 河流都是弯弯曲曲流的咯 它就要把你们全部捋直了啊 这个多个地方啊 马上因为现在都是集中共地啊 就中央说这个时候可以供地一次啊 你们就全国这么多城市就集中共地啊 搞集中共地啊 现在就要搞第三轮啊 就是中央说了你们可以卖地了 你们才可以卖地啊 不然你们地方政府卖不卖地 都不是你们地方政府说了算啊 必须习包子说了算啊 习包子非常忙啊 全国啊包括屁民在家里面能不能造人能不能打炮 那都要问过习包子啊 以后就集中造人啊 集中打炮啊 习包子说了全全国里你们你们可以打炮了啊 结果集中打炮啊 集中供地嘛 反正马上要卖地了啊 卖地所以这个开发商要给点钱啊 怎么让他给点钱 那么让他把房子卖出去了啊 所以这个也是要缓一缓吧 对吧 这个他有各方面的考虑啊 就是缓一缓 地方财政搞不定 那地方财政搞不定 那些地方官员啊 省级官员 为了这个习大大呀 怎么搞啊 我们没钱花了 地方政府现在这个地铁都要烂尾啊 怎么办呢 这个问习包子要钱 习包子还没钱 行了行行行 再让你们卖地 OK OK 不要整天堵堵在我门口了啊 那些省省长啊 各个堵在习包子门口啊 习包子在那个后宫里面 哎呀我妨碍我啊 今天好不容易跟美人啊 好好的休息一下 哎你们这么多省长 你看堵在后宫这里 让我都不能好好休息啊 所以一路之下啊 习包子就说 哎呀行了行了 让你们卖地 整天都吵吵嚷嚷的 啊那这已经是全全国啊 全国啊几十个省省长 全部跪在那个养心店门口啊 全部跪在了那个那个后宫门口 哎呀习大大赶紧 让我们卖地啊 这不行了 没钱了啊 然后这个时候再耍了一个滑头啊 非常机灵啊 耍了一个什么滑头呢 就是沈阳放出一个叫做假作真是真一假啊 就这么个真真假假的消息呢 就是放开限购嘛 说那个沈阳放开限购了 就这个消息呢 其实真的是体现在中国特色 呃沈阳的防管局明确的出来说没有这个消息啊 就是没有这个消息 但是全国自媒体都在传 哎呀你想想呗 啊共产党不让你传的东西 你说你能传吗 明天就给你全散 这个时候为什么能让他传播出来 在墙内 而且啊到处都在转发 哦这个沈阳放开了啊 就就这个时候为什么能够这样传 因为因为防管局明确说没有的时候 自媒体居然能够传 哎呀你想这个完全是 我我看到很多人说 哦这个很多的房企说确实放开了啊 只是没有通知不可能 不可能你稍微有点常识 对吧 你过户去哪里过啊 难道房企给你过户啊 对不对啊 你不去防管局过户了 那你怎么过户 防管局说没有 那就肯定是没有 对吧 那不然你你你过户怎么过 我问你 是吧 那他有他不敢说没有 对吧 防管局能能过就过了 不能过就不能过 这个这个 这个他公开是不可能造假的啊 所以防管局说没有 但是放风了 这这就一来二往啊 还有一些小的背景 比如今天还还在 呃 那个六中全会嘛 今天是胜利闭幕嘛 就这个时候维稳一把啊 干脆就放里面一码啊 所以这个也体现细胞子精准割韭菜啊 精准施政嘛 他叫做 这样做起来啊 就做了一波反弹 这个波反弹背后是什么用意啊 给他 我说说我的观点 背后的用意就是 在试点房地产税之前 再割一剥韭菜啊 背景就是一个地方财政又要缓一缓 然后六中全会刚好也要开嘛 对吧 啊 我就说我细胞子胜利闭幕总得你要做点行情 对不对 所以的一来二往啊 方方面面这消息 哎呦 而且你开发商各个 我马上我开六中全会里各个都倒啊 可见这一轮啊 开发商小胜啊 取得小胜利啊 逼供啊 细胞子啊 成功啊 就是在六中全会啊 做准的细胞子爱面子 这玩意啊 他特别好面子 六中全会我们给他逼供 你看 刚恰恰好就是六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 夹照业就放出来 违约 搞个大新闻 哎 我看你细胞子放不放 哎 果然啊 六中全会 哎呀 这重大历史决议的时候 真的要放一马啊 所以这个 这是给他们成功了啊 但这个成功 必然也是瞻前顾后啊 有各种好处 呃 现在放的是什么呢 放的是一手房 哎 所以不要 不要搞乱了啊 二手房是没有机会的 现在放一手房的一个好处 让人进来 啊 因为房地产税 既然现在说了要四点 那目标肯定就是明年开征 对吧 那不然呢 再等一年 我既然这个税说了要收就要收 那这个时候还有两个月啊 嗯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啊 这个时候再去一波库存 库存啊 放点风 呃 你看你强烈你试一下发个法轮功啊 发个发个发个东西 你看发不发出去 不可能发得出去 他真正啊 八斤要删的时候 你看彭帅跟张高丽 发得出去嘛 不可能 那这个时候他 这些谣言是官方清典的谣言啊 这个这个细胞子说了 可以放的谣言啊 那是妥妥的啊 呃 去一波库存啊 把这个盘子做大 这个总得是好的嘛 因为一手房卖出去了 那就是更加多人持有房产 你们里面怎么交易 那个他不管 只要一手房卖出去一个一手房 那就多收房产税啊 对不对啊 啊 所以一手房可以放啊 而且啊 我觉得这个细胞子做坏事 真的是滴水不漏啊 做坏事相当好 做做的 我我认为这一次房地产啊 中共首创了一个概念 这个是叫什么概念 危机销售 全世界首创了这么个东西 苹果手机首创了饥饿营销 对吧 啊 啊 这是苹果首创了 我告诉你 习包子 中共首创了危机营销 哎 这是啥意思 我给你看看啊 你看啊 他把这个制造了一轮 这个房地产危机 这些开发商是不是没钱 开发商没钱 你看产生几个后果 一个他们纷纷降价甩卖 对不对 因为我细胞子要达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马上要开增房地产税 开增房地产税 所以我要多收税 多收税 你一手房要卖出去 但是以前的开发商他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的 那现在我习包子等不及了 我明年就要开增房地产税了 他虽然是10月份才公告 但是他心里面可能早都知道了 对吧 这个真正的这个政治局里面肯定是早都知道 今年要开增房地产税了 所以就制造一波危机 你们开发商赶紧 那因为我也不可能告诉你 对吧 他的自己的打算 所以他就制造一轮危机 那你开发商是不是 那没钱 那你肯定就甩卖 对吧 所以就去了一波库存 降价去库存 那开发商没赚到钱 但是细胞准目的达到了 然后出现大量公底房 什么叫公底房 就包括所有做工程 工程款底房 把它全部甩出去了 然后再底房 比如是什么理财产品 其实以前这些卖不出去 但现在就以理财产品 抵债的名义 你看就全部甩出去了 所以是精准割韭菜 精准甩卖 这一波叫做房产危机 那就是细胞质的一轮危机营销 就制造了一轮大的危机 然后这轮危机 就把房子全部甩出去了 能甩的差不多 甩的差不多了 那就迎接明年 开张房地产 所以你看高啊 真是高 这个可见的 这习包子割韭菜 那是一道一道的 不一定是习包子 可能就是他们的习派 习家军割韭菜 那真是不得了 我说了你包括看华为 这些都习家军 华为林德时代 哇 真的是前手未有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主题 我们先聊第二个主题里面 六中全会 今天六中全会不就通过了吗 通过内容也很简单 也相当简单 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了 就是高度评价习近平的历史地位 这个通过 然后全部通过 顺利通过 XXX通过 这个意思就是 习包子连任的理论基础 OK 他不连任都不行 真的太伟大了 就是这个伟大 然后还有一个 出来的就最简单 就是说会议决定 中国共产党20次全国代表大会 就20大 就在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全会认为党的20大 是我党全面进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历史性的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 其实这个就啥意思 就一个细胞子连任的理论 它很伟大 我们都通过了 它很伟大 所以它要连任 然后通过了 要明年 在2022年下半年举行20大 那20大就通过 就我们通过了明年的连任的程序 明年就搞20大 就连任的 所以这里面 你刚刚我说 习包子对某些人来讲 对习派来讲 这是一个新时代 对于某些人来讲 习近平真的好 习近平真的太好了 你想想 如果没有习近平 我比如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钟兰山 他能捞那么多钱吗 现在全国清零 做核酸 我就算了100块一个 全国做了多少核酸 你想想 他们赚了多少钱 而且都不需要营销的 强制的 我让你卖就卖 我让你来做就做 你还不能自愿 包括打疫苗 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习近平 这些权贵 能不能捞钱捞得这么爽 没有这么爽 以前都没有这么爽的 习包子 习家军 那割起韭菜来 那简直是 现在来看是太厉害了 包括楼市 我先怎么搞 搞一个危机 然后让你们全部把房子卖出去 然后再增房地产 所以 我一道一道的 然后放一手 还是继续捉二手 只让你进 不让你出 所以真的太牛逼了 这一顿操作猛如虎 实在是太厉害 包括疫情 所以高度评价习包子的疫情 为什么 有人在疫情这里 而且当然是习包子的人 你不是习近平的人 你想想能赚这个钱吗 让你赚吗 在俞敏洪 你看像孙子一样的 我习包子 说明天让你全关掉 你就去卖菜 你俞敏洪能说一句吗 不能 就是这么牛逼 所以大哥爽 简直是 现在这一拨人 他是不会让习包子下去 习包子就是他们的财神 就是他 而且他们想怎么样 你想想对于孟晚舟来讲 习近平时代太好了 侵权国之力 把我从加拿大救回来 我想进 我进 我一下飞机 你就必须安排各种欢迎 红地毯 对吧 所以既得利益 永远就这样了 其实这个世界也很简单 就这一批既得利益者 他们是真的很喜欢习包子 而且要永永远远下去 所以太好了 最好的时代 对于他们来讲 所以综合六中全会也好 什么都好 当然有的人受损 在现在来看 真的没什么悬念 真的没什么悬念 因为太肉人了 现在已经看不出什么悬念了 不要说这个斗 那个斗了 现在你从六中全会也好 什么都好 我觉得就不要再想累斗了 事情 哪里有累斗 我看你没累斗 该出去就出去了 你说以前捞着了 你该或者说有些该斗的 全部斗下去了 不形成威胁 简直是你看包括像马云 这一批可能不太认可 对细胞质或者说不太认可 反正你离开中国 你也不不要回来 他已经理顺了 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该打的 全部打了 然后我该让你离开中国 离开中国了 以后你就不要管我 反正这十几亿韭菜就是我的 这黑色会争地盘 就这么简单 这些韭菜是我割的 你可以拿着你们的钱 拿一点点 反正你够你几辈子花 你就出去 中国的地盘 可能某程度来讲已经理顺了 所以我觉得 所以 哎呀 这个 我们说完 这个就说中国韭菜不容易 中国韭菜我们来看 像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第一个 就是说到这个工底房 我刚刚说了 这个 现在这一轮就是一个危机营销 危机营销里面一个工底房 一个债底房 一个开发商降价 那都是安排好的 就是 就是让这个一手房赶紧销售出去 这里说一个工底房 这个新闻 开发商尾盘主理 六五则 六五则房源 一百万预算的客户快来私聊 看到一百万预算买房 很多人的反应 第一反应 以为是在三四线城市 但事实上 这条信息所说的房源 位于南京 江苏省的省会南京 其实就是工底房 内部房源 在一些中介 这个好多年前就有了 最低折扣达到六折 那这个折扣还真的是很厉害 以前工底房最多就是九几折 八折 八折都算厉害了 现在搞到六折 那所以就出现全国 出现各种叫工底房 那这个有业主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业主反对 是没用的 业主可以亏钱 所以你看到这个 他现在的目的是什么 让一手房销售出去 可以去一步库存 二手房这里是不考虑的 所以有的业主现在还去 比如打砸售楼部 这种行为现在已经不支持了 有的业主就说 怎么降价了 我们不能接受降价 之前你看武汉 所以这个利益链条 一定要明确 明确利益链条 你才明白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工底房 一个打砸售楼部 这些行为已经不被允许 这个工底房也有人抗议 说这个工底房不合规 有问题 现在都默许 就让一手房销售出去 我在找一个特别典型的 比如11月11号 有消息称 2000亿销售规模的房企中南置业 近日要求6级以上的员工 出资30万元 帮公司渡过难关 需要区域城市公司部门 任领金额 再由下级单位分摊 到6级以上的员工个人头上 就像这种叫做全民营销 或者说叫做内销单 这种向恒大也出现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案例 你就真实能够理解 你看这个中南置地 这个公司就是 它也有压力 有压力 它就强制下面的员工 你过去这么多年 跟着公司赚到点钱 这个时候让你买点房 你能买 赶紧赶紧帮公司买 分派任务 它叫做战区 有些战区 分派任务 玩不成 要被开除 还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是 压下面的员工来到买房 去库存 你从这些新闻 你就基本明白 现在房地产市场 究竟在发生什么 至于开发商反弹 我觉得也是昙花一现 它可能有一个阶段性的 没有延续这个危机太厉害 这个时候 他们会站稳一段时间 但是也只是站稳 它没有向上的一个动力 只是说没有那么悲观 要让某方面的生态延续的 OK 这个楼市这里 我们聊六中全会也聊了 我们聊画面新闻 几条新闻都挺有意思的 第一个跟物价有关系 第一个物价说到的是这个纸 现在擦屁股擦不起了 每年双十一大家都喜欢豚脂 这个新闻说到这个豚脂 大家这个豚脂爱好者 这个陆先生从十月底开始 这个要准备购买一家人 一年所需的各种纸品 这个擦屁股 同样在豚脂的还有周小姐 他也说我们家也是这个肉脂大户 所以这个豚脂已经成为 这个很多年轻人的一个生活习惯 现在在这个双碳 还有这个禁速链 禁费链等政策的助推之下 纸价不断上涨 影响扩散到各行各业 现在这个纸 就跟这个叫做什么 酱油啊醋啊盐啊 这些是一样的 就是个刚需 现在没纸不行 他有一个数据的 挺有意思 无论男女啊 大部分受访者用纸习惯 比较趋同 什么擦鼻子的 吃完饭擦擦嘴的 大便的 大便肯定要用纸 没纸这么搞 一个美国人一年要消耗 141卷赤责 这个占全国消费量第一 全球消费量第一 排名第二的是德国人 德国人每年每人要消耗134卷测德 日本人 亚洲国家当中 日本人是要消耗91卷 每年每年 中国人是现在是最新的统计数据是49卷 所以仍然还要多 还要有多 所以现在出现什么呢 就说到这个纸品要涨价了 这个背景先是大家纸一定要用的了 现在没有纸 简直就离开文明社会 离开现代社会 简直不行 那现在怎么涨价呢 你看它怎么涨价 有一些是温水煮青蛙的 涨价的 比如有一个公司 发明这个瘦身 减少净含量 改变包装 调整管口等等 让这个按悄悄就是缩水了 就是意思 那还有直接涨价的出现 比如某些纸品公司 已经宣布涨价 比如这个10月15号 包装纸龙头 九龙纸业 宣布其全系列 这个什么纸 我看不懂 每吨涨价100到150元 这已经是九龙纸业 9月25日以来 第三次发出涨价函 业类人士称 纸价每周一涨 涨得厉害 然后这个维达纸业 在2021年4月1号 上调了部分产品的价格 中顺节油 也宣布了 将在2022年1月1号 开始涨价 所以现在这个物价都在涨了 这个韭菜活得不容易 这个就第一个新闻 还有第二个花边新闻 我们看到这个茶饮店 茶饮店关门了 关门 这个韭菜活得不容易 像这种公司活得也不容易 你看这个新东方不是倒了吗 这个火前几天 还是这个那个叫什么 海底捞 也是宣布 宣布关停 现在关门都是一门艺术 怎么关 都不叫关门 现在全部叫什么 临时停业 真的 现在都是有文化的流氓 10月10号 长沙 奶茶之王 茶盐月社 宣布已在长沙临时关闭了 七八十家门店 茶盐月社表示 这次集中临时闭店 我要靠 真是又有个新名词 集中临时闭店 这个好玩 一方面是集中 就是一大批的观念 然后又是临时 那不是说关门 就闭店 这个可以 这个老板是个搞文学艺术的 创作的 茶盐月社 今年第三次了 已经是第三次临时 集中临时闭店 墙里很有意思 所以真的很久没在中国生活了 慢慢要脱节了 中国的创造发明是好多好多的 这个多活在中国 中国那个泪卷 那个叫做真的比不了 我来 你看我来日本一段时间 我已经慢慢融入他们这种 这个已经慢肉肉的了 就融入这种生活气氛 以前在中国 那是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 在中国的不得了 每天都有很多新玩意儿 什么时空伴随者 你不是天天要学很多东西 在中国是不得了的 你得到很大的锻炼 某程度上来讲 因为你活在一个地狱一样的地狱模式 你玩惯的高难度 其实中国人都很厉害 第一次 年初的就地过年 第二次集中临时闭店 七月份疫情反弹 就每一次就找到点机会 就是关了 关一批店 这样好看点 都是这样 而且也不说草人 都讲的是停业 停着停着你自己走 我也不炒你 炒你到时候还要赔钱 就是这样 每次找点机会 所以这个人都是这样 都在做坏事 都在找机会做坏事 像这个疫情 对吧 你看像家兆业 就是暗戳戳 就是因为疫情 所以这个会就不开了 之前还有董阿姨 董明珠也是搞了个什么退休 给自己派八个亿 也是股东大会就说因为疫情 所以就不给你们去投票了 然后你看关门 也是选择一些疫情是个框 反正往里面装 对吧 这个时候 就是趁机这样关 他还是好处理很多 很多时候就有 起码自己责任没那么大 都是这样 小编注意到 茶言乐社回应了第三次集中临时闭电 不少网友为茶言乐社加油 希望他能挺住 不过评论中也有不少网友吐槽 茶言乐社员工流失率高 为什么会流利到这个问题 一般人去和茶会留意员工的流失率 下架多款饮品等问题 茶言乐社表示说我们还撑得住 这个你撑不撑得住就不太care 我现在我觉得无所谓 是吧 无所谓的 你说现在对这种品牌也没有这么忠诚度 我觉得茶言乐社表示 我们接下来会尽最大的努力 多做正确的决定 少犯错误 我们还在熬着等春暖花开 熬着等春暖花开 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做最坏的打算 存最大的希望 这个也就是一直在关 国内生意确实不好做 主要是保留品牌 可能品牌还是比较有价值 所以就关一点店 保持活下去 想活下去 这是不同样的选择 还有我们继续说下一个新闻 最后一个新闻就说到这个 中国年轻人不结婚了 年轻人不结婚了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 中国政府为应对老龄化少子化危机 力推三孩政策等等 鼓励结婚生死已经成了国家大事 结婚生死 为官方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排除去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的特殊因素 全国三季度 结婚人数 首次跌破200万对 创历史新跌 新跌跌破 只有172万对 就跌破 首次跌破200万 那就一下子就到172了 这个跌幅还是挺厉害 年轻人这个没有说不信任的问题 没办法 中国人已经没办法 这个无论你是信不信任也好 都都这样 中国人没想法 该这样活就这样活 中国人没有选择 其实特别像现在 你以前还能选择出国 现在出国都不好出 对吧 你看这么多网友 你看还比如报了语言学校 好不容易 对吧 现在这个进度有点慢 好烦 对吧 所以真的不容易 现在出去太难了 办个护照都不好办 不要说 哎呦 你真的很难 真的太难了 比以前难多了 所以 中国人实际上没有选择 现在真没有选择 除了躺平 除了除了 你敢 敢生吗 有时候真的不敢生 没法养 有的也是彻底躺平 我也 我就 接没法接 我也想讨个老婆 讨不到 对吧 真的搞不定 民政部 上个月底公布了最新统计数据 全国今年首三季度结婚登记数字 今年以来 就是588.6万人 比上年同期减少了8000队 本台整合过去数据 以每个季度计 今年以来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下跌 第三季度就是七八九 七八九 仅有172万对结婚 去年曾经由于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曾经是155.7万对 但后面就回升了 所以除去去年疫情全国封锁了 一两个月到的时候 大跌100 反正就首次跌破200万 就这个情况 而在据统计局显示 2013年起全国结婚率逐年下跌 去年全国仅供有813.1万对新人登记结婚 继2019年跌破1000万大关后 再跌穿900万大关 经济越发达的地方 结婚人数就越少 这个发达就房间也贵 啥都贵 结婚率创新低的情况下 离婚率却居高不下 哎呀就是没钱 说到底就没钱 贫贱夫妻百事 哎呀这个没钱呢 一方面肯定结不起婚 没钱呢 有些是结了婚的也要离婚 什么说到底就是过不下去 你说没钱的吵不吵架 我问你两口子 天天吃饭呢 吃的也不好 住的也不好 天天吃的好住的好 你说离个屁的婚对吧 天天这个也过不去 哪个也过不去 天天愁这愁那的 你说这肯定要离婚 肯定过不下去 所以哎呀 什么都跟柴米油盐挂钩 对吧 现在确实不好过 上面镰刀太厉害 下面韭菜没办法 今天先说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个订阅分享 拜拜 拜拜